這個18E的環境打開之後就長這樣 那如果說你想要做一些設定的話 該怎麼設定 比如說第一個 這個他預設有一個文件已經幫你開起來了 那字太小的話 如果你要把字放大 縮小 我剛有同學問到 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他預設字都很小 所以一般習慣都會把它放大 放大的話就按Ctrl加 Ctrl按住再按加號 那Ctrl-減的話就縮小 他可以放大 這邊可以放大 這邊一樣可以放大 Ctrl-加 Ctrl-減 OK大概是這樣子 第一個 就是 Spider的放大縮小 可是如果上面這個Menu部分 這個就沒辦法 除非說你要怎麼樣 去設定那個你電腦的解析度 好像我們這邊電腦是什麼 1920x108 我是把它縮小 我把它縮成 1366x768 我把它稍微縮小 為什麼要縮小 因為Menu如果太小的話 錄影的時候那個Menu看起來蠻痛苦的 OK 第一個放大縮小 那第二個的話 同學說老師 這個 這個版本預設是英文版的 那有些同學 想說老師我習慣用中文版 有沒有辦法把它改成中文 但如果你習慣用英文就沒這個問題了 如果你要 要變更它的語系的話 特別特別注意 打開Spider之後 請你看一下 它這邊有一個什麼 一個活動板手 以後呢 你們如果看到了 其實我發現 任何軟體的設定好像都是差不多 要不就是一個齒輪 要不就是一個活動板手 我發現好像 這個有有些 好像都差不多共 共通的一些 邏輯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設定的話 其實這個活動板手就是設定 也就是你要做相關設定的話 你只要點活動板手 記得活動板手 活動板手呢 進來之後的話 那如果你要做 語系變更的話 特別注意你只要找到一個叫 中間的地方 有個叫 Advanced Settings 進階設定 那進階設定裡面的話 預設的 你會發現 在哪裡 這個其實應該就是 這個是第一個啦 這個不動 Advanced 在這個地方 這邊有個叫Language 如果說你今天呢 希望把它改成中文的話 那其實你這邊可以點擊啦 我跟各位講一下 這邊雖然有中文 但在簡體的 OK喔 不過如果你假設 你覺得說 看簡體的 比看英文的 來的 習慣的話 沒關係啦 至少 聊勝與無 假設我設定成簡體的 然後你只要按一個 OK 不過它好像要重新啟動 才會 變成什麼 變成 要Restart OK YES 第一個 它就重新啟動 那Spyder 蠻特別 好像就是說 第一次啟動會很慢 之後好像會快 你會發現上面就是變成中文的 OK 只是說那個中文 至少 假設啦 你看個人習慣 OK 如果你假設不習慣 沒關係你再把它改 英文的部分 這第一個 第二的話呢 你想說 還有 有同學說 老師 那這個環境 我這個 這個黑色的底 你以前開發像那個 VBA的話 都是什麼呢 白底 然後黑字 有沒有 假設啦 你想說老師 可不可以跟那個 VBA一樣 不要 像這個 Spyder它預設是黑 黑底 然後字好像是白字 顛倒 如果你要把它顛倒過來的話 我自己個人習慣 一樣 偏好設定 這個扳手 然後找到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找到這個外觀 其實就是第二個選項 第二個選項的話 它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其實就是這個 叫外觀 的這個地方 如果你英文版 你可能再找一下這個位置 相對位置 叫做語法高亮主題 它預設叫 Spyder Dark 有沒有 Dark顧名思義 就是 黑底的 如果你想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這個沒有黑底 不是黑底的話 你其實改成什麼 改成Spyder就好了 沒有Dark 你會發現 這邊就預覽了 Dark是長這樣 OK 你可以改成Spyder 就是什麼 白底 黑字 或者是其他顏色字 這個比較接近 以前那個使用VBA的那個 經驗 但是如果 反正這個 兩可 各位 自己習慣 回原則 其他的話 還有什麼 還有其他的 如果你覺得不喜歡 沒關係 你就是在改 這邊一堆 只是說 我是覺得 這個不是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看不習慣 因為同學問過 底下的話有字體 字的大小 預設可能 10號字太小 你也可以 自己再把它調大 調小 這個其實 兩可 這個沒條也沒關係 那至於其他的部分 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 也不妨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什麼快速鍵 不過這些有些 基本上都沒有特別去調整 主要是這 剛剛講的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語細 第二是外觀 我可能會動大概這兩個 OK 然後就一樣 只要 設定改變 他就會什麼 RESTART 按YES 他就會重新啟動一下 OK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開起來了 你會發現 這個感覺好像 我自己是比較習慣 只有動這兩個地方 如果你習慣前面就不要動 沒關係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樣開始撰寫程式 以後的撰寫程式 固定的SOP 一 請你 開啟新 有點 其實跟你使用 握的使用以SEL級一樣 開一個新的 新建文件 有沒有 那你按一個新建文件 他就會在哪裡呢 這邊增加一個頁面 有沒有 一個程式 如果你要再新增一個 他又按一下 這邊又一個頁面 所以 有點像以SEL一樣 以SEL就插入一個 插入一個 工作表 它是插入一個 點PY的檔案 OK 如果你要關的話 你就是直接把它關掉就好了 OK TEMP這個可以把它關掉 假設這一個 我們一般習慣 會先把上面這些東西 上面這些只要緊字號開頭 或者是三個 三個雙引號開頭 三個單引號結束 這些都叫做註解 這個註解 先把它刪掉好了 因為我們不需要 那我們今天的話 就先寫一個簡單的程式好了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 假設我要先寫一個 簡單的程式 所以你們 待會的話 設定完之後 然後開一個新的文件 並且在這邊寫一個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把3加5的結果print出來 3加5 那假設 如果在拍攝 有點像模擬計算器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子 A 等於3 意思就是把3這個數字 放在a裡面 OK 所以a裡面就放3 的整數 Enter一下 b等於5 意思就是把那個 5這個數字 裡面的詞放到b裡面去 然後呢 我把兩個相加好了 再多增加一個變數 叫ans ns等於什麼 A加b A加b的話呢 這個地方就是 把他加起來的結果 放到ans裡面 Enter一下 那把最後的結果print出來給我看 print 所以你要記得print 括弧 然後把什麼呢 把ns print出來 好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已經把程式寫完了 其實就是四行 OK 那 寫完之後如果你想要run一下他的結果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做一個什麼 上面有一個 運行文件 或者有點像是那個 你要播放 播放那個 音樂也是用play 這個有點像play OK 把它執行 或按F5也可以 執行完之後你會發現喔 他會出現這個畫面 你就按執行就可以了 這邊好像不用 不需要做任何設定 按執行 好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會執行在哪裡呢 執行在這裡 8 就print出來了 OK 我再執行 你會發現這邊又多一個了 再執行 就多一個 那你想說老師那可不可以 把那個什麼 在print這邊的話前面加個什麼 加個計算結果的文字 比如說我今天喔 我希望把這個結果 比如說 結果 結果 結果冒號 比如這邊加一個結果 冒號 那如果要跟後面的串接的話很簡單 再多個加號就可以 意思就是怎麼樣 把 這個 ANS裡面的 這個 8的結果 有沒有 把他前面再串一個結果 串在前面 當然我剛剛講過啦 如果這個程式太小 Ctrl加 把它放大 這樣放很大 OK 其實沒幾個字啦 但是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如果我執行這樣的結果 把它執行喔 你會發現喔 右邊這邊會出現一個錯誤 有沒有發現 他 不像剛剛 會把8的結果給顯示出來 而是顯示什麼 紅色的字 而且告訴你說 錯誤喔 哪裡錯誤呢 Type 其實Type就是資料形態 形態錯誤 為什麼形態錯誤啊 因為 他說可以怎麼樣呢 串接兩個字串 必須是什麼 必須是String Nuts-INT 其實他 他其實意思就是說要串連兩個字串 只是說他把他縮寫了 String的話他應該是一個 S-T-R-I-N-G 他跟他縮寫喔 其實這什麼意思喔 其實他主要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要把那個 這個文字 因為他前後雙以後 跟後面這個什麼呢 這個加起來是8嘛 8的話呢 它是一個 他是一個 數字 是INT 那兩個形態不一樣 所以你的意思是什麼 兩個形態不一樣 我沒辦法幫你串在一起喔 那我要怎麼可以串在一起 除非說呢 你必須把8怎麼樣 轉換成 這樣的8 這樣的8喔 這個是數字8對不對 你必須把它轉換成文字8 才能夠跟前面的文字串結 所以喔 這邊順便講一下 如果你要把這個地方 再加一個結果冒號的話 記得喔 你必須把ANS外面包一個 函數 叫做 STR 前刮斧 後刮斧在這個地方 應該懂這個意思吧 意思就是說 我要把 因為如果你剛剛是這個8 是數字 數字跟文字 如果串在一起的話 他做不到 這邊有講 我沒辦法啦 他沒辦法幫你 他說只有可以喔 什麼狀況 除非說你要把什麼呢 把這個8 他是INT NUS 所以你把它轉換成這樣就可以 那怎麼轉 前面加一個Swing就可以了 他就幫你轉成文字 所以呢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這個時候 結果 冒號8就出來了 好那請各位 先試試看 剛剛存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 用 這個 設定什麼 語系 我剛剛是有改那個 簡體中文 OK 第二的話呢 改外觀 把黑底改成白底 OK 第二個 第三個的話呢 撰寫一個程式 把A跟 B的結果 把它輸出來 那這個的話 假設你程式以後 一下計畫起來的話 我是建議你們可以 記得我們剛剛的雲端 我剛剛講過 雲端裡面有雲端白板 在那個安裝環境的隔壁 那你打開來之後的話 在第二個單元 打開來 就會有我剛剛打的程式 有沒有 就是 A加B 我改過了 或許 不然我把我剛剛寫的程式 直接怎麼樣 Ctrl C 那我就直接把Ctrl V貼到哪裡 貼到這上面 我把它稍微改一下 字把它放大一下下 OK 就是這樣子 當然你也可以改 改成其他形態 包含哪一些 這個是整數 當然你也可以 改成文字 如果改成文字的話呢 那它就是前後加雙引號 另外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在那個Python裡面 它用單引號也可以 當成是文字的符號 雙引號也可以 那 至於你習慣來 我自己是比較習慣用雙引號 所以你用習慣 但是網路上 或者一般的 書本裡面 好像其他老師都比較喜歡單引號 不過這兩可啦 都沒關係 好那這裡的話請各位試試看喔 畫面呢 先切還給各位 練習看看 好嗎